蔡主席各位区长还有民意代表里长 还有各位女会的女士先生大家好 欢迎刚刚的潘汉森先生 特地有说是不是我可以从法律的方面来说明一下在本案 是不是应该要做这个有关于这个环境影响评估的问题 那我觉得在今天的一个讨论当中 我觉得是非常好 因为任何的一个说明会 它就是要达到沟通的效果 所以用沟通为我说明会 其实它的意义都是相同的 那最重要很多的沟通 就是陈鲁潘先生所说的 你应该要大家要能够聚焦 要能够对的资讯要能够公开 那我们从各个面向来去探讨这些问题 那对于一个开发的行为跟环境的当中 它的一个关系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的 环境保护是一个共识 那开发对环境会不会有影响 当然它可能会有影响 可是因为环境它的一个保护跟开发的行为 二者之间如何能够让它取得一个平衡 这个部分我们一个环境影响评估法 所以按照环境影响评估法 那个第五条的规定 就是说如果你的开发行为 那么对环境会有不良的影响 那这种情形底下 那应该要做环境影响的评估 但是呢哪一些情形是可以说被认为有不良的影响 然后呢哪些情况要做环境影响的评估 这个环境影响评估法第五条第二项有规定 那有规定也就是你应该要有一个相关的规定呢 那这个规定就是开发行为应实施环境影响评估项目细目及范围认定标准 所以也就是我们政府呢 已经定有开发行为应实施环境影响评估的细目及范围的认定标准 那如果说今天是做一个医院 那医院呢 当然如果按照这个规定标准呢 是必须要做评估 那环境影响评估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是做一个文教 那文教的话 刚刚我想我们从报告内容当中可以听到 今天本案的一个计划主要是文教 这个文教呢 它是志工训练 这种志工训练社区大学这种性质的话 那依照呢开发行为 因实施环境影响评估项目及范围认定标准 第23条的规定 这个是不需要做环境影响评估 那另外呢 这个资源回收计划的部分呢 是限于呢 汇清的回收 清运分类压缩 打包的行为 那只要不涉及拆解的行为 那这也不需要做环境影响评估 那更重要还有一个部分呢 就是说我们呢 如果是一个开发的行为 它的面积呢 假设计划是在五公顷以下的话 这个部分呢也是不需要做环境影响评估 那在本案当中看到好像计划的内容呢 是在五公顷以下 所以我想我是把这个从法规面啊 特别做以上的说明 给大家来做参考 反正这些法律条文上网都可以抓得到了 也不是可以随便说说 那以上说明呢 希望能够对大家的沟通讨论 能够有所帮助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